俄罗斯一架运输机坠毁 俄方称机上载有乌军战俘 并指认运输机遭乌方击落 乌方则称将继续摧毁俄军运载工具 他的这次坠毁事件 我是觉得有可能意味着 空中的这个大型的投送表 都成为乌韩的打击表 以色列国防军遭遇伤亡最惨重的一天 美国评估哈马斯仍有能力 与以色列再打几个月 美英红海空袭行动持续 美媒却称美海军暴露致命缺陷 海上这种导弹补给 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会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兵力部署 和它下一步行动 美驱逐渐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肩警戒 美媒炒作美军三航母 时隔七年齐聚亚太 防务新观察 特邀军事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冠月 当地时间24号上午 俄方称 俄罗斯一架载有乌军战俘的运输机 在比尔哥罗德州坠毁 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当地时间24号上午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一架1276运输机 在比尔哥罗德州坠毁 机上载有65名被俘虏的 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 6名机组人员和3名护送人员 俄比尔哥罗德州长 已确认机场人员全部遇难 俄罗斯空天军一个委员会 已经前往飞机坠毁现场 对坠机原因展开调查 俄国防部称 乌军从哈尔科夫地区 使用防空导弹系统 击落了该架运输机 俄军雷达系统 当时监测到乌军发射的两枚导弹 俄国家杜马则表示 导弹型号与西方提供给 乌克兰的导弹吻合 而在俄方要求下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 讨论运输机坠毁事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则要求对事件进行国际调查 此外 乌情报部门证实 俄乌准备交换战俘 但表示仍在核实俄方说法 而乌军总参谋部则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将继续采取措施 摧毁俄军运载工具 以消除袭击威胁 特别是在比尔哥罗德 至哈尔科夫方向的威胁 此外 俄乌冲突已持续快两年 目前在俄乌前线 除了严寒 鼠患也在肆虐 据外媒报道 在长达1000公里的俄乌前线战壕 已经被老鼠侵占 双方士兵的健康和武器装备 都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 北约副秘书长杰瓦纳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应该为持久战做准备 俄乌冲突不会在2024年结束 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以后 防务新观察 马上解读 首先请教林女士 俄罗斯一架运输机 在俄边境的比尔哥罗德州上空坠毁 俄方称的机上有乌军的65名被俘人员 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我想当下应该说 双方对事件认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能够看到的 比较清楚的一个事实 就是乌克兰一方也确认 就是他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的局长讲 确实在元月24号的时候 那么俄乌双方是有一个换服的 这个时间的节点 但是他不能确认的 就是说到底这65名战俘 是不是在这一架坠毁的176上 说这个事实不能够清楚 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 就是后续这个推进 显然在这个方向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 就是到底这个飞机是谁击落的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一方 他明确地讲 就是他认为 现在是由在哈尔科夫方向的 爱国者导弹 或者是ERIST 这个防空系统击落的 但是这个我们知道 它需要下部的证据 那么这里面 事实上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逻辑 我们知道 就是公布整个的弹片 比如说如果有爱国者的弹片 包括ERIST的弹片 包括相关的视频 以及这个飞行路线和导弹的 这个轨迹 能够看出来 它从哪发射的 那么同时俄方 现在我们看到也在要求国际调查 他觉得本身 24号就是双方已经沟通好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还能够 乌方能够击落一个 满载着乌克兰战俘的 俄罗斯的运输机 他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相当于 就是这个事件 它实际上 如果说联合国进入调查 然后现在事故区域被封锁 那么如果说 后续有更加确凿的证据 可以公布 那么应该说 它的事实本身是能够清楚的 接下来请教周先生 现在呢 俄方已经认定了 是乌军袭击了这个运输机 而且呢 他们声称是使用了西方提供的导弹 您觉得俄方对此 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性的行动 如果确实像俄罗斯所报道的 雷亚 这一次是旷幅计划的一部分 飞行的任务 飞行的目的地 飞行的时间 飞行的路线 都已经事先通报给了乌克兰 但是1276还是被记录的话 这确实是已经超出了正常的逻辑 或者说已经突破了俄罗斯的底线 俄罗斯对此是很难接受的 必然会按照他以往的做法 按以往的惯例 他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报复的动作 比如说要在整个前线地区 加大对爱国的导弹 对这些目标加大搜索力度 进行搜索锁定 然后摧毁它 因为之前已经在詹布罗洛方向 对A50U预警机 对122进行了打击 这一次又在卡尔科夫方向 发动了对1276的这种导弹攻击 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战力 不能一二再三再发生 另外一个就是 对相关责任人的这种打击 俄罗斯会在查清相关事实之后 对相关的责任人 发动这种斩首式的攻击行动 对它实施这种相应的报复 另外一点 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会像之前的 这个北溪管道爆炸事件 或者是说卡霍夫卡 水电站大把被炸事件一样 会给接下来的行动 带来一些新的冲击 之前俄罗斯对换腹行动 相对来讲 它是比较积极比较主动的 但是接下来 俄罗斯可能在这方面 会态度有所转变 相应的这种停火谈判的 这些条件 变得更加苛刻一点 所以我觉得整个事件 会对俄乌冲突的走向 带来一个新的 不确定的因素 带来一个新的变量 请教李女士 现在乌军并没有承认 他们袭击了 这个坠毁的运输机 而且他们还声称 要继续袭击 俄军的运载工具 消除从比尔哥罗德州 至哈尔科夫方向的威胁 对此您怎么看 我想应该说 这个运载工具的概念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 是个宽泛的概念 就它既可以指这种 空中的大型的投送工具 实际上它也可以包括地面 我们知道包括你比如说 在整个火车沿线 那么打击你的整个的轨道 那么这个上也是 打击运输工具的一部分 所以从这次我觉得 176它的这次坠毁事件 我是觉得有可能意味着 未来有没有可能 也开启一个双方对抗的新的管道 就过去我们知道 更多的打的 比如说你看是黑海的 你这个登陆舰 对吧 那么包括我们看到 还可以是停放在比较远的 它的纵身机场的战略轰炸机 那么都成为乌韩的打击目标 那么现在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你空中的这个大型的投送目标 因为这个目标 它本身的价值特别大 一方面是它的自身的军事和战略价值 因为176在欧洲的整个的军产当中 它是算战略资产的 而且更不要说 它还可以搭载很重要的一些武器装备 万一比如说它上面搭了SMS400 这样一个准备 投送到其他地区或者战区 做部署的力量 那么一旦打掉 我们知道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它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而且对于乌韩一方来讲 这是它取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果 因此从现在来看 我们会发现 当然这个战场的聚焦的这个点 也发生了变化 包括像上次我们谈论的 乌斯基卢家港 这个实际上就是打掉你的燃油系统 你的对外的出口的这个管道 那么同时也包括像这种大型的投送资产 你的整个的后勤补给的沿线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都是双方 现在可以彼此打击的目标 请教周先生 俄国防部称 乌军从哈尔科夫方向发射导弹 袭击了运输机 那联想到我们上周也讨论过的 俄预警机遇袭的事件 那是不是乌军防空系统 有可能会前推专门瞄准 俄军大型空中目标 可以确定的是 乌军已经把他的这种防空导弹系统 不管是爱国者还是EVST系统 都已经进行了前推部署 用来对俄罗斯的这种 俄罗斯纵深的这种大型目标 发动齐袭 这是乌克兰现在比较热衷的一种战法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真面战场 乌克兰已经从主动变成被动 从进攻转为防御 在真面战场战不到优势的情况下 采取这种前推部署 防空导弹系统 采取这种对俄罗斯高价值目标 进行齐袭的方式 能够获取一种平衡 之前乌克兰利用这种风暴阴影 巡航导弹打击黑海舰队的舰艇目标 或者是用海马斯火箭炮 打击俄罗斯的这种指挥所 都是采取的这种四两波前进的战法 这样的战法 它可以取得一石三鸟的效果 无论是预警机 还是1276这种大型运输机 对俄罗斯来讲是非常沉重的损失 另外一种对内可以激发它的士气 另外也就是获取外界的关注 这也会助于乌克兰继续获得外部的援助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 以色列军方称遭遇了伤亡最惨重的一天 我们来看短片 据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军方声称 本周一共有24名以色列士兵 在加沙地带的激烈战斗中死亡 这是自乙军在加沙开始军事行动以来 损失人数最多的一天 而另一方面 华尔街日报原以美国政府 一份情报评估报告称 本轮把一冲突爆发至今 哈马斯大约损失了20%至30%的武装人员 但仍具备战斗力 能够在加沙与以军再打几个月 不过据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与哈马斯原则上同意停火一个月 期间交换被扣押人员 但双方在如何永久结束加沙作战的问题上 存在严重分歧 停火谈判暂时受阻 而美媒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 以色列提议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离开加沙 以此作为更广泛停火协议的一部分 报道称 这一提议最近至少被探讨了两次 一次是由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提及 另一次是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及 美媒分析称 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若离开加沙 可能削弱哈马斯对加沙的控制 而以色列也有了更大空间实施定点清除 此外 美英继续在红海对野门胡赛武装实施空袭 而美国防务新闻网站则报道称 随着弹药消耗量增大 美海军暴露出致命缺陷 由于无法在海上进行导弹装填 美军舰在弹药耗尽时 必须返回基地进行补给 严重影响作战持续性 美海军部长托罗更是将海上补给弹药 描述为游戏规则改变者 明确要求美海军优先恢复 在海上重新装填垂直发射系统的能力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李女士 乙军遭遇了伤亡最惨重的一天 同时美国政府评估哈马斯 还能与乙军再打几个月 您如何观察接下来的加沙局势走向 应该说加沙局势打到现在 它成了一个新的比较老大难的问题 因为我们会发现 马上就进入到四个月了 但是乙军应该说 在这样强力的火力的突击之下 我们知道不仅是地面炮火 也包括空中打击这个高密度下 那么应该说在造成了 两万五千名的加沙地区的人民的死亡的 这个背景下 仍然只能削弱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 哈马斯的有生力量 那么这个结果 应该说他自己也是没有想到的 所以战争怎么打下去 我觉得现在实际上是包括以色列 包括美国 实际上包括更多的域内的 其他的相关国家 都在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甚至从目前内塔尼亚湖政府 他对于国内 他怎么样能够有个交代 就是你怎么样来兑现 你最初所说的 这个整个加沙冲突 它的阶段性的目标 所以现在我们说 以色列一方 他事实上也在探讨 其他的一些折中性的办法 所以为什么现在 在这个阶段又传出来 像哈马斯和以色列 有没有可能进行 人质交换方面的谈判 从而启动部分的 这个阶段性战争暂停 我认为这个反映出的 就是当下战争打到现在 那么以色列非常困难 所以他也需要 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消息本身 他就反映出 这个战争打下去 是无解的 请教李女士 美媒爆料称 以色列提议 把哈马斯高级领导人 离开加沙 作为停火条件之一 那在这个提议的背后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以色列情报机构的 摩萨德的负责人 以及美国务卿布林肯 您觉得 美伊之间又做什么盘算 我觉得这个提案 本质上 它是站在 以色列的角度 和以色列国家利益方面 拿出的一个框架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 我们说为什么 他这个提议 他很不能被 哈马斯所接受 首先在于 他提出的背景 就是把这个 作为阶段性停火的条件 就是这是 以色列的一揽子 停火协议的一部分 就是如果说 你想让我 从你的主要城市撤出 然后交换一部分的人质 而且能够有一个 阶段性的停火 那么你这个 非常核心的 像加沙地带的领导人 也包括在其他地带 我们知道 他还有一部分的领导人 在卡塔尔的多哈 还有一部分 在黎班的首都 贝鲁特 这个附近 就是说 你这部分的领导人 都要撤出 而我们知道 这个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 那你就拱手 让出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 对于哈马斯一方来讲 而且你一旦让出以后 这些人本身 他们能安全吗 他显然也不会安全 我们想一想 如果说 你真的从这地方撤出了 然后你到了 其他的世界的 其他的一些地方去吧 哪怕你自身认为 你是保密的 你的行踪是保密的 你自身的安全 完全是不可掌控的 我们想想 当年以色列 耗费九年的时间 追杀黑酒院 就是慕尼黑惨案的制造者 所以我想 如果说这些人 他真的从加沙地带走了 他到任何地方 都是不安全的 所以他这个方案的提出来 他就是美国站在 美以之间的角度 以色列站在 自己的角度提出来的 他并不是站在 哈马斯也不是站在 战后整个这个地区 怎么样保持长期的 和平安全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本质上 它是有很大的 利益上的一些考虑的 接下来请教周先生 美媒称美海军的 致命缺陷之一呢 是他们无法在海上 完成导弹的装填 那么在海上 完成导弹装填 这个难点到底在哪 是否会影响 美军在红海的袭击行动 导弹海上装填 其实不仅仅是 美军的难题 世界各国海军 都面临这一难题 因为我们知道导弹 就无论是 舰舰导弹 还是舰空导弹 它的这个个头尺寸 都是越来越大的 像美国的标准二导弹 达到了4米7 标准六导弹 达到了6米6 这么大的尺寸的 这样的导弹 你需要装填 必须要配备 这种重型的起吊装置 所以一般情况下 这种导弹装填 都是在依托 军港码头来进行 但是美国海军 其实也试探过 在海上进行这种 垂直的这种调运 垂直的补给 但是后来实际表明是 这个是非常不实用 因为这种战斗舰舰 与这个补给舰 在海上并靠 实施补给的时候 由于这种海流的影响 包括风烂的影响 它很难保持一种 这个稳定的平衡状态 这个在吊装的过程中 导弹很容易被磕碰损坏 甚至掉落起火爆炸的危险 但是为什么美国 现在觉得 它这是一个痛点 甚至说把它当作 一个致命的缺陷呢 因为现在它面临的是 越来越多的 廉价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 比如说野门胡塞五专 这次使用的 这种低配版的 反击弹道导弹 造价特别便宜 可以一次打十几发 甚至几十发的 这种饱和式的攻击 你如果不拦它吧 万一打着了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拦它的话 又很不划算 我们知道 美国的这种 防空导弹 像标准二导弹 一枚大概是200万美元 标准六导弹 一枚是600万美元 用这种几百万美元的导弹 去拦截几万美元 甚至是几千美元的 这种导弹无人机 这个交换比 是非常不划算的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还不是性价比的问题 而是战力持续的问题 如果说应对 一波又一波的 这种野门胡塞五专 这种导弹无人机的袭击 它也会面临这种导弹 被消耗关了 必须得回到基地港口 进行重新装填 进行补给的 这么一种状况 再打下去 海上这种导弹补给 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会影响到 美国在中东的兵力部署 和它下一步行动 最后来关注亚台方向 1月24号 美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 全程跟肩警戒 我们来看短片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施易陆军大校表示 1月24号 美飞恩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 对美舰过航行动 全程跟肩警戒 依法依规处置 近期 美军频频实施挑衅行径 恶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地区和平稳定 另据韩联社 1月24号报道 美国海军三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集结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 报道称 罗斯福号航母上周末 进入美海军第七舰队作战区域 现身日本东南方向的太平洋海域 由此 罗斯福号 里根号和卡尔文森号 三艘航母 均在该作战区域执行任务 而美军三艘航母 上一次齐聚亚太 还是在2017年 另一方面 美军新一代战略轰炸机B-21 首飞仅两个月后 五角大楼宣布 开始以较低的速度生产B-21 根据此前发布的消息 B-21将于本世纪2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 预计生产至少100架 美国空军将用其替代B-1B和B-2战略轰炸机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李女士 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 美驱逐渐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 全程跟肩警戒 那么美军近期频频在台海方向 实施这种挑衅行径 这包藏什么获信 应该说这次元月24号 美舰飞恩号 那么穿越台湾海峡 是2024年美军第一次穿越台湾海峡 同时它是一系列的 整个行动的一部分 因为大家知道 在2024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出来以后 那么美方是有一系列的连锁动作的 首先是派出他的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那么哈德利到台湾去算访 那么随后就是公布了 对台湾的一个新的军构 就是在爱国者的相关的升级维护方面 第三个我们知道 就是这次的穿越行动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设计的 环环相扣的 那么助长台独分裂势力的 非常危险的冒险举动 那么显然东部战区 我们进行这种跟踪监视 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那么打击台独势力的 非常明确的一个要求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会发现 事实上飞行号 它是隶属于 美国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成员 所以这次能不能看 我们觉得解读出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罗斯福号航母还没有到 那么但是我先把它的一部分舰只 预先部署在第七舰队的责任区 这个实际上也是对目前的印太地区 进行加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且这艘舰在2021年的3月份 也曾经穿越过台湾海峡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次穿越它的方向是从北到南 就是它事实上应该是从 日本的横须鹤港出发 然后从北到南穿越 那么下一步它会不会就此 这个行动就结束了 我觉得也未必 它很可能还会在南海地区 比如说展现存在 那么包括有没有可能逼近 我们在南海的核心地区 包括和菲律宾进行联合的演训 这个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信号很清楚 就是进入到新年一时 美方又开始炒作台湾地区 推高相关的态势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我们是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的 接下来请教周先生 现在美军的三航母齐聚亚太 但是我们知道三航母的配置 这是美军的作战配置 美军想要在亚太干什么 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巧合 如果不发生这种地区突发事件的话 美国航母还是会按照正常的计划 进行这种交接部署 我们看这三艘航母里面 卡尔文森号比较活跃 最近又在黄海 与参加了美日航的演习 之后它应该会继续在亚太地区游异 显示的美国的航母存在 里根号航母从2015年10月 进驻日本恒虚贺以来 已经8年多了 按道理这个时间点应该要撤回 美国进场进行这种高级别的维护 之前有说是由华盛顿号航母来接替它 但是我们知道 因为美国航母现在确实是不够用 现在地中海需要 中东方向需要 不可能再在亚太地区 长时间的部署 所谓的三艘航母 所以它有可能也会更改计划 由罗斯福号接替里根号 当然我们看到它有可能会利用这个交接的这个窗口期 会组织这种双航母或者是三航母演习 对特定的国家进行一种威慑 当然我们说这种威慑 它也是一种过时的一种概念 现在在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或者是说远程反舰弹道导弹 火力打击范围之内 美国航母首先要考虑的是自身的这种隐蔽和安全的问题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动不动 就集结两艘到三艘航母 这个在军事上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举动 请教李女士 我们看到B21战略轰炸机刚首飞两个月 美国五角大楼就宣布要开始低速生产B21 那现在B21已经达到量产的标准了 美国为什么要急于这么做 应该说B21在去年10月10号 那么进行首飞的时候 已经做了一年的推迟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 从它首飞节点已经推迟的情况下 美国空军当然现在是非常有急迫的需求 就是尽快地投入到量产阶段 哪怕是低速生产阶段 那么使得目前能够在2025年到2030年中间 能够装备一部分的新一代的战略轰炸机 因为美国的新一代的三位体和力量 它是包括B21 这是首先的第一块 第二块就是我们上次讨论的 冥冥三的替代者哨兵 就是陆基的新一代的战略核打击系统 而第三块就是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 应该说能够最先实现能够装备的 就是B21 所以现在如果说能够进入到低速生产阶段 那么它就可以进入到了开始装备的管道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步 就是它的新的三位体和力量的落地开始进行了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它是需要置身在 大国竞争的大的空中力量对抗的背景下去体现的 因为B21它本身一方面可以带核弹 另一方面它也是中远程的远程奔袭力量的一部分 所以美国空军对它的认定 也包括比如说穿透向潜在的大国 包括向中俄的防空系统 进入到对方纵深境打击 就是它是穿透性打击的一部分 所以它还有很多和它配套的中远程的防区外的打击武器 它是可以在常规的大国对抗当中使用的 因此现在我们看到不仅是它进入到了低速生产阶段 甚至连它的部署地点都已经想好了 包括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包括澳大利亚我们知道它有达尔文空军基地 同时还包括澳大利亚的一共是三个基地 都可以作为未来B21的潜在的部署地和出发地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一揽子的构想 我们会发现美国当下在追求大国竞争战略当中 它的核心的武器装备要领先对手 这个理念变得更加清晰了 俄乌冲突 巴以问题 亚太局势 全球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快速变化 我们也将实时捕捉热点 第一时间为您送上新的观察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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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